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看这个红军生这个照片对我们的练拳有什么启发吗 这个动作是人家怎么练的 这个松沉的劲 你主要是看他的松沉 这个松沉是怎么的意思呢 你看看他这个照片 你看好多人现在练拳 就练得比较紧 比较这个拘谨 这样松的就是把体重放弃 而且这个手的动作很合 就是根据六合还是比较合的 这样有利于他的使用 你比如说这个动作在用 当接着对方的时候 我要上 你看这个手在这放着 在这放着 这个手是沉的 这个左手是松的 如果我要上 根据对方的力点要上 我要拥腰坐胯 我一坐胯这个时候 最重心就下来了 一下来就是反关键 对不对 如果这个对 你慢着说 我自己感觉的反关键 你看 我这一变 这个手在这 一变这个手就下来了 你看 我自己也下不了 对 下来我这个 这个几 这个监控 打这个反关键 就正好打这个反关键 对 如果对方的力气特别大 你看右腿在前 对方力气特别大 对 一定要吃住对方 我顺顺 你看 你上 我输 对吧 这个地方也是在那 抓就下来了 是是是 所以说这些动作 你看 这不是借对方 一变对方 一变一变 这个手就过来 你看 正好是打关键 对 一变一打 有用送 一定要送 所以说平时讲 这个腰胯 一定要是腰胯带动手 这个手的支点上要紧 但是左手要松 这个地方要紧 不要让对方跑了 所以他们都说的 呃 链拳每个地方都要松了 那是不对的 那是不对的 你这个点 对方这个点 抓上 我在这个点还是紧的 但是我肩是松的 这个左手是松的 你看 这样我才能上步 对的对的 一上步就回过来了 从这一上步 就下来就能打 虽然说这个松紧不是绝对的 嗯